8月中旬在政府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有人提議立法禁止SLS介面活性劑使用於會接觸到黏膜或皮膚的相關產品 例如牙膏、沐浴乳、洗髮精等 不知您認為如何?是贊成或反對呢? 這期20理論系列就來所說有關於洗劑SLS的五件事 1.SLS是什麼? SLS12丸基硫酸鈉 它就是表面活性劑 具有清油、12丸基加清水、硫酸跟機團的結構 能同時吸附油污又與水兼容 所以能幫助油污順利融入水中 然後一起水水流沖走,發揮清潔效用 本質上來說與其他表面活性劑、洗劑的作用一樣 都是執行降低油水介面、表面張力的工作 差別只在起清油端的碳鏈形式或清水端的極性機團所合變化 例如常見的氨基酸洗劑SLS 清油端與SLS一樣為12丸基 但清水端則變更為酷氨酸基團 還有肥皂分子也是 由清油端依所選油脂、脂肪酸成分而定 加上清水端、錐基所組成 大家都是表面活性機 2.製造SLS的原料來源 依現代的科技技術製造SLS 原料可以完全來自石化工業 也能百分之百油、植物衍生物 例如鹽石油、棕櫚油等製成 當然兩種來源混合運用也行 所以製作於SLS 天然或不天然其實沒什麼意義 不管使用的原料來自何處 都得經過化學反應轉化成 清油加清水兼具的結構 才能發揮表面活性機作用 3.SLS有毒嗎? 這得專看使用方式 也就是接觸劑量而定 毒力學之父帕拉薩爾舒斯 就說過 所有的化學物質都有毒 世界上沒有不毒的化學物質 但是依使用劑量的多寡 可區分為毒物或藥物 而SLS表面活性機作用 確實會損害皮膚屏障 造成脂質流失、蛋白質變性、細胞磨損傷等 自公認的刺激物會造成皮膚發炎 同種熱痛症狀 所以許多與肌膚敏感刺激相關的研究 經常會使用SLS作為負面對照組 而且測試濃度往往偏高 又多採用長時間 長為24小時接觸的貼布試驗模式 等於高劑量暴露 因此在這狀況下 SLS的確有毒 顯出造成肌膚損傷發炎紅腫不適 然而一般日常生活中 每次使用相關清潔用品取用量小 加上會洗去與肌膚接觸的時間不長 換算曝露SLS的劑量低 所以對大多數人 與非敏感性肌膚與皮膚黏膜無傷口者來說 個人護理清潔產品中的SLS 因屬於無毒劑量的狀態 況且應該不會有人故意 放任SLS長期停留皮膚黏膜上 或直接與眼鏡接觸法 另外以口服及毒性的半自食劑量LD50比較 所謂半自食劑量 就是以實驗動物體重換算 會殺死半數實驗動物所需的劑量 數值越低代表毒性越強 純SLS對大鼠的口服LD50 約為每公斤體重1288毫克 對比一下咖啡因的大鼠口服LD50 等於367毫克 所以SLS真的很毒嗎 而且實驗室外的真實世界中 考量SLS在實際產品配方中是稀釋的濃度 正成於人們實際的取用量與頻率 換算下來真正接觸到的SLS 即量因屬於無毒範疇 這大概也是為何為古部 美國FBA等政府單位 允許SLS作為合法的食品添加劑使用 不過既然在正常合理的使用情境下 SLS不會有短期性的健康風險 那麼會不會有長期累積性的慢性毒害呢? 也就是是SLS會自癌嗎? 先說結論SLS不是自癌物 美國癌症協會就曾針對SLS會自癌的傳言發文糾正 OECD的整合報告也表明 會發現任何慢性健康危害包括自癌性 其中有個實驗在長達兩年的動物高劑量餵食SLS測試 結果顯示SLS並不會導致癌症出現 而其他更多有關SLS的毒理學研究測試 感興趣者可以前往相關毒理學資料庫查詢 此外還有SLS會串透皮膚 滲入血液中最後累積體內造成心臟肝臟肺臟大腦等組織慢性病變的說法 根據2015年這篇文獻指出 雖然直接塗抹SLS可以通過皮膚吸收 但大多數能停留在皮膚表面角質層 即使真有少量SLS進入血液中也會很快被肝臟代謝 然後通過尿液糞便或有時重複輸的氣體中排出體外 因此指責SLS會在人體內發生生物累積導致器官損傷是不準確的 5.SLS有害環境 首先SLS對水生生物的毒性很大程度取決於生物物種與水的硬度水溫等條件 例如對水藻的半自食濃度是1260微克 大度於15100微克 斑馬於4500微克 紅樽則是41200微克 詳細測試條件請參與獨理學資料庫 理論上當表面微星際濃度降至每公升水體500微克以下 對魚類和其他水生生物基本可算無毒 但也有研究認為即使濃度低至100微克 對某些生物能具有慢性毒害的風險 而現實裡日本的一項環境調查顯示 在採集的96個地標水樣本中 SLS的濃度分布為71-472微克每公升 英國的類似研究顯示地標水含有SLS最高值達416微克 而美國的數據則是40-590微克的濃度分布 由此來看能類污水排放標準的嚴格控管 是SLS會不會危害環境的最直接影響因此 尤其在剛放流至自然界水體的頭幾天到兩週內 對水生生物的危害較劇烈 因為SLS是可生物降解的 通常在96小時內經酵素水解變成脂肪醇加5G硫酸鹽類 然後這些分子可進一步被生物利用 作為細胞生長生化合成能量代謝所需的材料 重新回歸自然循環不會長期存在累積環境中造成永久性傷害 總結 關於洗劑SLS的五件事 1.SLS是什麼 就是表面核心肌幫助降低表面張力 2.製造SLS的原料來源 可以百分之百實化來源 也可以百分之百從植物衍生 3.SLS有毒嗎 取決於使用方式 可能對某些孤子具刺激性 但大多數正常使用下無毒 也不會致敏感 4.SLS會致癌 它不是致癌物 5.SLS有害環境 SLS一於生物降解 可重回自然循環中 但若任意排放未經處理的廢水 確實容易危害水跟生物 造成生態破壞 最後 不管你認為應不應該立法禁用SLS 這裡有三個觀點 加一個疑問相表達 1.談毒性卻不談劑量 根本耍流氓 鹽水都有可能引起水中毒了 若完全不管劑量 那麼被WHO名定為一級致癌物的酒精 我更應該立法禁用 好吧 其實真有人提議立法禁用酒精 不過檢核階段就被補回了 2.清潔產品的刺激性 配方的配物組成更關鍵 即便以SLS為主力的清潔配方 我們也可以透過配方調整 來改善其溫和度 例如搭配其他類型表面活性劑 或調整配方電解質成分的 改變微包尺寸 降低對皮膚的滲透率 讓清潔劑成分停留皮膚表面 水後被水沖走 不滲透、不刺激 3.清潔產品的唯一使命就是清潔 洗完後請以清水沖洗乾淨 至於其他額外的護膚保養、功效追求 請用保養品、CP比更高 不過我們知道美容產業非常市場導向 消費者喜好與厭惡壓倒一切 所以一個疑問 有什麼成分是真正純天然非精化學反應 能取代SLS的? 希望有高手能幫留言解答 感謝收看本集20理論系列 如果喜歡本影片請幫忙按讚、分享、訂閱、加鈴鐺 成功的配方來自於20%的理論加上80%的實驗 現在理論已有就等你來實現 專屬於你的美容包養配方 記住科學在於發現不等於信仰、理論可以被改變 請問一下